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杰 英杰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走 跟小姑去看你的新妈妈 走走走走 不要 英杰 怎么了 你大哥呗 又结婚 你说说看 这结三次婚 得花多少钱呀 这不是大哥愿意的吗 什么愿意不愿意啊 他第一个老婆就莫名其妙死了 第二个老婆跟他性格不合又跑了 现在娶了第三个 哼 我看不疯啊才怪人 好 好了好了小姑娘 你就别胡说八道 再怎么说今天也是大哥结婚 对了 你去换点衣服 赶紧下来 下面还好多客人呢 我才不去参见那种虚伪的应酬呢 什么 我是第三任妻子 她之前 已经结过两次婚了 真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她第一个老婆死了 第二个逃走了 她们认为我会发疯 为什么 我说老婆是怎样的人 我已经嫁过来 今后 我该怎么办 这件婚姻 是不是会误了我一生 我 我更加对不起崇敏 我就知道你是躲在这里等我的 怎么 你们俩都说好要约会了 敏君 约会都不带上我 好意思 哎怎么样 算我一个吧 好啊 好了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去玩吧 好我先走了啊 拜拜 走 去哪儿一会儿 你说吧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来 我带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啊 你去哪儿 走 怎么了 你有心事啊 明君,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訴你 什麼事? 昨天我托人上你們家提親 可是被你爸趕出來了 我知道,所以你一整天都心情不好 也不想跟我說話,是不是? 沒有,今天你跟我的工作都很忙 所以,我想等下班之後再找你看 放心吧,我這輩子是非你不嫁 不會跑掉的 真的? 那就太好了 崇明 你也知道,我媽好毒 我爸也退休了 弟弟還在讀書 整個家都快我一個人撐著 以我媽的立場 她當然不希望我早早地嫁出去 你別生她的氣 我當然不會生她的氣 我想,等你弟弟閉了業,有了工作 她就應該,沒什麼樣的理由可以阻止你嫁給我 這輩子 你是註定要嫁給我的 想跑也跑不掉 我 崇明 對不起 為了替媽還賭債 為了我家庭的生計 我 我是不得已的 崇明 請你原諒我 老婆 你看什麼呢 少華 到現在還沒回來 真是急死人了 你別管她 她會回來的 光耀 你這麼安排妥當嗎 你看看那對親家真是 他們家境不好 自然跟我們格格不入嘛 那叫門不當戶不對 真是讓人擔心 老婆 你什麼時候還有這麼嚴重的門弟觀念呢 你放心吧 我選的媳婦絕對不會錯的 你就走著瞧吧 敏君呢 她肯定是一個既孝順又乖巧的好媳婦 我倒是擔心你 你呀 你這個嘴太厲害了 記著啊 別老跟媳婦唠叨 你怎麼這麼說呢 我又不是一開始就當婆婆的 我也是從媳婦熬過來的 你忘了 你媽在世的時候 我不是也把你媽伺候得好好的 如果敏君真像你說得這麼好 她真的能幫邵華 真的能成為我們王家的好媳婦 我自然會好好疼愛她的 好 你能這樣想就好 那早點睡吧 明天的事情咱們明天再說 好 我這麼晚了 她還沒有回來 她第三次結婚 你肯定是個花花公子了 我不等她了 我可惡 我遛充 我給你 救命啊 快来人来有贼啊 救命啊 滚了 滚了 您醒一醒 您醒一醒 怎么了 好像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有贼啊 救命 救命啊 滚过来 救命啊 救命啊 是他 你怎么回事 是 上皇 上皇 你怎么了 上皇 你怎么回事 快走 大哥 你快走 哥 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不知道 我等他回来 等到两点多 他还没回来 我 他一回来 又摸我 又亲我 我以为是贼 偷东西 所以 所以你就拿花瓶 把大哥当贼一样打 哎呦 你这个大嫂够厉害的 把大哥都打成这样子了 是 你也是在太狠心了 你看花瓶被你打成这个人 你想把他打死是不是 少康 你还在这儿发愣干什么 快叫救护车呀 哎 等一下 哎呦 老婆 你儿子喝醉酒 他睡着了 哈哈 怎么可能啊 你看看 头都起了个大包 流这么多血 哎呦 少康快点把你大哥送到医院叫救护车啊 快呀 新婚之夜叫救护车 这不是让人笑话吗 哎哎哎 家里有急救护 来包扎一下就好了 你先包扎一下啊 实在不行 实在不行 再叫救护车嘛 爸 哎呀 傻的 你 你别急啊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啊 大嫂 原来你 那么凶的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你